再来看到国道三号从民国76年开始新建 是带动了南北的交通发展 现在交通部将颁发终身成就奖 给有国道三号之父称号的石中光先生 高速公路让南来北往更加方便 也带动了台湾第一次经济奇迹 幕后工程有很多 而交通部将在近期颁发 金路奖的终身成就奖 给前公路局长石中光 而他就是国道三号之父 他的一生很值得我们效果的是 他不断地自我提升 成功地把台湾的公路工程技术 带进国际水准 同时他也不断地提起后劲 为台湾工程界培育了不少人才 谈到这位传奇交通人 让老同事还是紧紧乐道 因为包括国道一号横贯公路 甚至台北大桥 华江桥 台湾现存的重大工程 几乎都有他的身影 尤其是国道三号更是他殿下的基础 只是当年为了工程 四处奔波的模样 让女儿现在回想起来 还是很不舍 而进入奖另一个焦点 则是获得特殊贡献奖的乌林 在民国62年解决了大台北地区 地层下线的问题 而只有高中学历的他 当时却能靠着自学 学的一身本领 还成为硕士专家讨教的对象 电脑才刚开始的时候 他也能够学习电脑 然后还知道怎么选电脑程式 他所写的那个电脑程式 即使到现在 有一些顾问公司 还有我们都还在用一用他 所写的程式 不管是刻骨奈老的乌林 还是新建国山的石中光 台湾交通建设里 不畏艰难的精神 值得后人缅怀 UNTV现行 陈利涵台北报导